請各位先幫我看一下那個0601這個文件 那首先你們可以看到裡面其實有個範例啦 第一個 如果你要抓取那個網路資料的話 一定要先裝有一個套件叫Request 不過呢我這個懶人包已經幫各位裝好了所以呢 你們其實 上面的部分是可以不用做的 但是如果將來你看到什麼 比如說你一執行發現那個 程式有錯誤訊息跟你講說 No module named 什麼什麼名稱的話 那表示說呢你要做安裝的動作 那也就是說有些套件喔 他沒有說預設就幫你裝好了 好像是 像是Request也是一樣 後面我們會用到像什麼 像那個Pandas也沒有預設喔 OK所以呢 我記得好像我已經幫各位裝 但是有一個畫圖的 就是那個MathPryLab 那個沒有預設安裝 所以 後面我們還是要學會 如何去 安裝 套件 那你想說套件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啦有點像外掛 這個掛上去就有這個功能 也就是說呢 本來沒有辦法去下載網路資料的 那我們掛上它之後就可以下載 那這個Request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什麼 它有點像是一個虛擬的瀏覽器 也就是說呢你可以連上的網站 只要可以連上的網站所有東西都可以抓下來 OK那以前瀏覽器打開你用滑鼠有沒有跟鍵盤 做一些控制 那我們現在Request就是透過程式去控制 所以你Request不只可以開一個 有些瀏覽器你可以開很多個 很多頁很多連線 所以有剛剛講過啦 比如說搶票好了 所以以後公平性就沒辦法 像搶課好了 比如說要排 我寫一個爬蟲嘛 我時間到我去執行就好啦 那這樣的話相對的其實 你不會爬蟲你就沒有機會啦 因為我第一時間我就可以直接登錄啦 而且它可以自動 假設看到連線失敗 沒關係再retry就好了 重新再try一下 然後連線之後呢做什麼動作 填什麼資料 都已經先預先做好了 那就只有送出 那可能也許 只要不要太複雜的 這個 這個系統都可以完成 你可以想得到 其實都可以去這樣做 那當然呢 這樣子基本上 會有一個差異啦 會跟不會其實就有差 像我剛剛講嘛 為什麼有人可以搶得到 5月天的票 對不對 OK 所以如果你是那個 演唱會的那個 那當然你就一定要 那怎麼安裝 我這邊有個語法啦 這個 其實就下一個指令就OK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下指令 恐怕還是 必須要到那個DOS 的文字模式底下 要敲指令的喔 這個如果你以前假設沒有DOS的基礎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是也沒有太複雜啦 基本上就是 你找到那個什麼呢 我們的哪個路徑 我們的C疊底下有沒有 打開C疊 然後開啟那個 Python 384 直接在這個384的上面有個 有個網址 有個位置 位置列這裡 OK然後直接 打CMD就可以 再來後面的話 我可能會 切你們的畫面 所以呢 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下指令很簡單 直接打個 CMD 直接在什麼呢 這個 上面的位置要打 CMD就可以了 Enter一下 CMD的話 實際上就呼叫什麼 呼叫那個 DOS的模式出來 那它的好處 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要直接在這邊輸入 其實主要 跟各位講這個好處 就是直接怎麼樣 它會自動把你目前的位置 帶過來這裡 那你就不用再去打 CMD CMD Enter 然後呢 然後什麼 CD 空一格 Python 384 Enter 我剛剛講那個是會DOS的 OK因為我們以前就是用DOS 所以這個很熟悉 但是我發現 不會用DOS的 簡直是噩夢 所以我把它簡化了 你就這樣OK啦 應該沒有困難 然後再來你就是 把那個安裝的方式 直接就打上去 但是我打這一串 我還蠻擔心你們打錯 所以 最簡單的方法 假設你如果 不會安裝的話 你就直接把這一串 Python 1-m 然後後面的話是 PIP Install Request 這個把它 複製一下 然後你就直接貼上 貼到這邊來 貼的話要按右鍵 右鍵可以貼 或者好像你如果後面的版本是按右鍵也是貼 你就直接Enter 他就會去 先去Check一下 你的電腦裡面呢 有沒有那個Request 如果有的話 他就不會安裝 他就跟你講說 你已經有這個版本 在這個裡面了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會 跟你講說 他就會去跑那個下載的動作 也就是說 他把那個Python上面的外掛 還幫你加進來 那也就是說 本來 你現在的環境 沒有辦法連到網路去抓資料 他有掛這個功能 有沒有 開外掛的概念 有沒有 所以你外掛可以掛多少 太多了 你想說現在那個Python提供多少外掛 其實很簡單 你就到哪裡 到那個Python的官網 打一個Python Enter一下 有沒有 然後呢 第一個網址就是 Welcome To Python OR區 然後呢 點進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 在最上面這邊有個叫Py 有沒有 這個網址 最上面有個這個Py Pi 這個 那這個Py Pi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你油標放上去 他好像會出現 叫做Python的 Package index Package Package就是套件 其實就外掛 OK index就是索引 那意思就是說呢 你將來如果說 你想要在這邊找 這個所謂的哪些功能的話 其實 都可以找到 比如說你打request 他也會出現 或者你打什麼 打那個internet 其實request也會出來 或者你打 關鍵字 他也可以讓你 而且甚至我印象中 你打中文 他好像 也可以搜尋 你會發現呢 目前 在那個套件上面呢 目前提供多少 個 這個套件在上面呢 總共這麼多 34萬8千多個 那也就是說 一個套件就表示 一個外掛 也就有34萬多個外掛 當然不是每個都可以用 只是說大部分都還蠻好用的 也就是說一個外掛就是可以解決一個以上的問題 OK 其實我們現在教的啦 也就是說你Python基本功能會的話 再來你就把外掛掛上去 那看你要做什麼功能 你就把外掛掛 你就可以去解決你要的問題 不外乎是這樣的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些外掛 都是 自由軟體 那所謂自由軟體就是 他沒有收你任何費用 所以他沒有保證說 他沒有承諾你 Promise你說 這個用一定不會出錯 OK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挑選那個Package的時候 還是要選那個 最穩定的 不然有時候 像之前常常遇到那個Package 現在可以用 但是 隔一段時間又不能用了 然後學員會說 是這個你之前給我那個Package不能用 那怎麼辦 你自己要去上面查 因為 他上面 那個Package上面有討論區 然後呢 甚至你還可以留言 跟那個開發的那個人講說 你這個Package程式怎麼有問題啊 他有沒有辦法解決 不過一定要寫英文 因為他應該看不懂中文 所以呢 你要跟他討論 有時候他會跟你講為什麼 他說有upgrade 你要upgrade 你要更新一下就OK了 有時候更新一下就好了 所以 這個當然就是目前的 自由軟體就這樣喔 所以你不要以為 免費的就一定是 一定是好像 當然相對不用花錢喔 理論上是節省成本 可是有的時候 又是可能會是另外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把所有的技術 開發了很多的人力物力上去 但是哪一天 那個技術有問題 不穩定 那怎麼辦 那你勢必要再找更多的人力物力 去做研發 解決那個問題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你工資規模不夠大的話 可能你中小企業的話應該就不太適合 對不對 但是中小企業又很麻煩 又很想要省錢 他希望說有沒有什麼是不用花錢 然後又很好用的 這個其實還蠻兩難的啦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需要思考的點 請各位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假如說 你們的那個行業別 假如說規模沒那麼大的話 沒那麼多人力物力 我是建議你乾脆用Excel Excel裡面其實也有VBA 那VBA的穩定性絕對是 還是比Python來得更深 因為他已經出來三十幾年了 一定還是比那個Python來得自身 所以其實這兩者 其實還是可以搭配 那我雲台上其實有搭配 因為我除了教 Python之外 其實我也教VBA 我也教其他的東西 那我主要是針對每個工具的 優點 跟缺點 沒有一個工具是萬能的 所以你盡可能是要知道說 這工具他哪個地方比較好 你就用那個部分 那那個工具呢 他可能有他的缺點 比如Excel有什麼缺點 因為要花錢 對不對 因為他是 付費軟體 好那所以這部分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看一下那個 0601這邊有一個問題 這邊安裝好 假設我們已經安裝了 所以 安裝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 請各位就做一些題目 因為之前我們在 初階班有做了一些練習 比如說我想知道台北市 如果你把車子停在哪裡 最容易失竊 對不對 你怎麼會知道 打電話問警察朋友 哪邊是不是 他 也不可能說他是總局的吧 他全部人都知道 那所以呢 其實 那個台北市政府 就會有一個開放資料 那這個開放資料呢 就是 把 104年以後的 然後停在哪邊 失竊的 他把歷史資料都告訴你 那你就可以統計一下 哪一條路上面 後來 看到的結果 應該 是離那個 這個中古車行 好像越近的越容易失竊 這樣子啦 OK 為什麼因為第一名我記得好像是 陳德路 陳德路七段那個附近 還有那個延平北路那一帶 你們那邊好像很多賣那個 中古車的 我不知道你們熟不熟悉那邊 另外好像還有停公園的啦 有沒有 公園好像也比較容易 因為你車子停久了沒有洞 會出錯 那所以 第一個 我們是針對那個 就是 CSV資料 假設 我們有個需求 第一個練習就是說 我希望 如何可以把這個資料下載下來 並且 可以幫我把它 放到資料庫裡面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的話 就是再把資料呢 也許 轉存到 這個 轉存為一個檔案吧 存檔成為一個 CSV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再來也許還可以透過查詢功能 可以做個查詢系統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 車子停哪一條路 會不會OK 停在那邊 在歷史資料裡面呢 是不是有曾經失竊的紀錄 這比較安全 可是問題這個資料哪邊可以抓得到 那首先第一個 你們可以從那個 我是建議啊如果你要練習那個爬蟲的話 第一階段 你可以先從那個 政府的開放資料 裡面真的是 非常多可以練習的 所以你打一個開放資料 這關鍵字 開放資料 開放 這邊就有 開放資料裡面 那第一個連結就是 Data.gov Data.gov.tw 這個網址 其實還蠻好記的 那你會發現這上面好像有多少種 我印象中好像有五六萬種吧 全部 全部的話 它有分成各單位啦 還有 等等的 這麼多 OK 那其中的話呢 你會看到 最下方 檔案格式 光CSV部分 它就有 37,031種 也就這些都可以讓你練習的 3萬多種 但是你想說這些東西 我哪知道 我想要哪 我個人的習慣 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會先去抓什麼 篩選 所以比如說CSV你先按篩選 它會先幫你把那個 所有CSV的資料都幫你列出來 那我的習慣是 當然最好是找排序裡面找什麼 找那個最熱門的 那最熱門我的習慣不外乎就下載次數最多的 不外乎是瀏覽次數最多的 有沒有 所以 你看一下瀏覽次數最多的是哪一個 宜蘭縣停車場剩餘資料 這個我根本一點不需要 為什麼會排第1個 很奇怪 還是因為最近 像最近好像宜蘭很奇怪 非假日 像我昨天我去那個郊西 我發現奇怪感覺跟假日差不多 因為車人都一堆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就想說是不是有人提前放假 對不對 而且還塞車 還大排長榮 而且宜蘭平日就已經很熱鬧 不知道為什麼 另外還有一點 就是說你去宜蘭要停車也很麻煩 你都不知道停哪裡 因為沒有像台北這麼多 而且 沒有辦法說即時的 哪個地方有位置 我都可以去停 所以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另外的話 還有底下還有什麼 中央銀行的資產 負債統計 還有什麼 這個跟股市有關係的 有沒有 盤後資訊 個股日收盤 及月平均價 這個其實金管會的 然後什麼 全國銀行的 一堆啦 這個是 瀏覽次數的 那下載次數最多的是哪一個呢 就剛剛這個 那我們乾脆就練這個 還有什麼 台電的 最近 才剛投完票 有沒有 公投 電費成本 你看這也有 OK 所以呢 其實一個開放資料 就背後就代表一個議題 也就是說這背後呢 其實就是一個答案 那個答案的話 其實政府提供的開放資料 所得到的結果 那跟媒體所報導的 不見得完全 一樣 OK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 就是變成說你自己去找到的答案 而且是一手的資料 就不是說 你從哪邊聽說的 OK 所以 請各位練習一下吧 也許找一下自己有興趣的 題材 然後呢 也許我們做個練習 請各位練習 第一 找一個 CSV列 然後呢 二的話呢 請你把它下載下來 三的話呢 再把它切割之後 放到資料庫 存起來 第四個 我們是希望 拿它來做查詢系統 比如說我查 像我剛剛練習的話 比如說 假設你對 甚至上面也可以用 關鍵字查詢 另外我發現它其實做得不錯是 它還可以進階 進階搜尋 進階的話 還可以 針對某個部門啊 或者是 某一個縣市 的資料 去做查詢 所以其實你可以撈到 很多是你有興趣的資料 那比如說我剛剛提到有關竊盜好了 比如說像 竊盜 OK 所以這邊其實你可以輸入那個 關鍵字好了 比如說我對那個竊盜按鍵有興趣 那你可以輸入一個竊盜 OK 這邊有個犯罪資料 第一名 然後 桃園的汽車竊盜 然後台北市的住宅竊盜 OK 那當然如果你想知道說你住的那一條 假設你住台北市 你住的地方是不是容易失竊 那這個地方 那所以請各位練習一下 一許乾脆這樣好了 你們就是先找那個台北市的住宅竊盜到 這個點位來練習看看好了 如果你練習過這個你也可以找別的沒關係 你們待會就是 1 找到這個連結 然後2的話呢 記得 我要怎麼知道他的位置在哪裡 那還好開放之外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因為你點擊進來之後 他這邊都會一定會有個檢視資料 他就告訴你說 我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你就直接檢視資料 然後把這個位置怎麼樣 複製貼到我們Python程式就可以 那首先的話 要怎麼下載 我先 因為還有一個點 位置在這邊知道了 這個 必須要知道的 事情 1 2的話呢上面有個編碼 編碼格式要注意一下 因為理論上不外乎就是big5 不外乎就是ut28 那如果不同的編碼方式 你不能夠選錯誤的編碼 對應 不然的話會亂碼 所以我們知道記得這兩個訊息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請各位就開啟Spider 然後呢 再來就是下載 那下載部分的話 我是放在0601 那你們可以從這上面找到那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 基本上就在這裡 下載資料這裡 那這邊總共有四行程式 很簡單 Ctrl C 然後呢 Ctrl V貼到這邊來 記得開一個新的module 新的模組 然後把它貼上 再來的話 請你在那個 第二行的request.get這邊有個雙引號碼 在這邊把 剛剛的那個網址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剛剛我們是找到台北市的那個切到的 然後你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就把它直接貼到這邊來 這樣就OK了 意思是我要下載這個東西 不過貼上的話 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這邊好像 它好像裡面會有那個 前面會有空白 你記得空白要把它拿掉 尾巴好像沒事 OK好 那底下的話 encoding 如果呢 它的編碼方式是big5 那你就用cp join 可是如果它是UT28呢 那你這邊記得要改成UTF8 否則會 亂嘛 其實你們也可以找別的啦 比如說像 哪邊是那個用 像 上面這個應該 有沒有 剛剛 盤後這個我看一下是不是 這個應該 檢視資料有沒有 這邊就UTF8 那如果是UTF8呢 你就把 這個地方encoding裡面 就把它填上是什麼 UTF 1-8 這樣就不會是錯誤 不然的話 假設你放錯誤的 比如說像這個明明是 什麼 CP9 這個big5的 再來你就run它一下就可以了 run的話是上面有個執行 運行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 右下角這邊呢 就會出現資料了 那你可以看到喔 如果編碼方式不正確的話 出來的東西就是亂亂的 那如果我把它改回來 比如說剛剛是CP950對不對 你就打CP950 然後呢 執行的話 那這邊出來的 應該就會是正確的 有沒有就這樣而已啦 其實只要編碼方式對 那盤後資料 比如像我改成這個 盤後資料有沒有 假如說我編碼方式用CP950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啊 就只有改這個地方有沒有把它貼到這個get後面 執行一下 像這個盤後資料 就可以抓到了 像是run 可是如果你要讓它變正確的話 很簡單嘛 這邊改的什麼 改成 utf 1-8就好了 utf 1-8 執行 再抓一次 就正確了 就這樣而已啦 所以基本上 抓那個CSV真的很簡單 因為它的結構 就是豆點 然後 就會 可能只需要注意兩個重點 一個是它的網址 一個是它的編碼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編碼方式 那不外乎就是 就是 CP950 不外乎就是 你說還會有第3個 目前看到 應該是沒有 那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 會需要編碼還要分兩種 其實主要 就是 前面我一直強調啦 就微軟 跟非微軟 微軟的話呢 因為它 Windows八成以上都是它的啦 所以它就是不要跟別人用utf8 然後用什麼 就是用這個 Big 5 就是 Ansi的 就美國的那一套編碼方式啦 你想說為什麼不跟人家合群一點 他會想說我這麼大 你們這麼小 我為什麼要跟你們一樣呢 Google Mac 全部加起來的Windows市占率也沒有來得我高啊 所以他們現在還在角力 所以 只好他們不會 統一 我們只好就 知道哪邊該怎麼去 把它修正就OK啦 因為這個短時間內不可能改變的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第1步 那第2步他想什麼 如何放到資料庫裡面去 因為將來下載的資料 你不能說下載看到就算了 沒有啦 就後面還要做很多事嘛 最終其實還是要做報表嘛 對不對 要查詢嘛 然後 要視覺化輸出嘛 那可是不是說這樣就OK了 沒有啦 還要做很多事 所以呢 我們也許就是一步一步的 反正有點像是 拼圖式的吧 把它拼湊在一起 OK 其實 未來 你會發現現在程式的 趨勢就是說 以後盡量不要寫程式最好 因為我最近接觸的那個 程式開發都是 拼圖式的 我發現學生接受度很高耶 寫程式沒有人想要學 學得很痛苦 但是拼圖式 所以以後的程式 就是一個拼圖 然後我發現 學生很厲害 他看拼圖程式都寫出來了 然後我都不用再講很多耶 我發現他們都很直覺就會了 而且 最重要的是 他們都不會打錯程式了 那個拼圖是說 如果你 這邊有個缺口 一定是接有那個 突出來的地方 所以你假設放不進去 也沒辦法 去寫那段程式 所以這個其實 但是 這還需要時間 成熟 什麼時候會普遍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慢慢的 所以以後 可能小學生學得 比你們快 所以以後 等到你們慢慢 一段時間之後 你身邊可能 學友人都會寫程式 你不會寫程式 那你可能 當然就low了 對不對 就跟不上了 所以每個人都會 你不會 那也不行 所以 這個應該就是一個趨勢啦 那 你們目前是走在潮流之中嘛 那你想說 老師會不會不學 可以啦 很多人我看 我看到很多人其實都不想學 慢慢就會發現 他們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講出來的話就知道 你沒有在學習 所以我就不喜歡跟你講 多講 有些人就會一直抱怨 一直講 那其實我發現 其實很多事情 也不是你想的那樣 你只要去 真的知道真相 原來其實也沒有那麼悲觀 有沒有 像很多資料 開放資料也都有 你又怎麼不自己去找一下 像那個台電的成本 你去算一算 對不對 答案就有了嘛 很多東西其實太專業啦 說真的 對很多人來說 都 需要 再去了解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第一步 也許啦 假如說你 我們可以 主要 我們先用那個來查好了 比如說那個剛剛講那個竊道 所以你就找那個 在這邊打竊道好了 OK 你就記得喔 開放資料裡面打個竊道 那找一下啦 理論上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竊道應該就 住宅竊道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地方 這邊找 有沒有 住宅竊道這個 如果假設你想要再做其他練習沒關係 太多了 所以你如果假設你是 警察 局長 那你其實我是覺得啦 你把這些開放資料全部都塞過 然後每個都把它做成系統的話 以後呢 人家問你什麼 馬上你就知道了 想法就是我的話 我一定把這些資料全部把它變成App 點下去 你問我什麼 馬上點下來告訴 馬上數據就有了嘛 OK 然後在App後面其實如果可以把它做成 視覺化 趨勢如何 在哪裡 治安最差 對不對 比如說在 那個 台北市哪一區 住宅竊到案件最多 你說 總不可能你當警察局長站在台上 議員問你的時候 我覺得呢 對不對 他會覺得說你 你覺得什麼 你要看資料 對不對 還有呢 我有問你說 歷年來的那個住宅竊到案件是增加還是減少 我覺得呢 一定會被訂的滿頭包 你看資料就有了嘛 上面不是有嗎 如果你資料拿過來 其實馬上就有答案了 像這個這個資料 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什麼事都不想做 當然我講過了 你就直接丟到eSale 樞紐分析表一跑 就有答案了 有沒有 像這個 那只是因為 我們現在叫Python 我們現在不是叫eSale 不是叫樞紐分析表 所以我們就 沒有說特別 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這邊有嘛 發生日期 但是這邊 比較麻煩是說 然後這邊 少一個 哪一年嘛 所以其實你就是在增加什麼 增加一個 增加一個年的這個欄位 然後你就把這個年的資料 等於什麼呢 等於 發生日期的前三個字 就是哪一年嘛 然後你就是直接 如果他這個資料出來的話 如果是LAPT的話 那可能會是 文字喔 所以一般習慣是會在這個外面包一個Value 包一個Value是怎麼樣 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那個 就是 數字 轉型的意思啦 其實這個 Value出來 點兩下 然後這邊打一個牽掛弧 打一個後掛弧 然後呢 他就會變成數字 那其實怎麼知道是數字還文字 其實很簡單嘛 對齊方式有沒有 他如果是文字的話 一定是靠左 如果是數字一定是靠右 所以我外面其實就包一個Value 包個Value就是說 他本來是 103 103的文字 他加了Value之後就是103的數字 因為如果說你要做一些統計分析的時候 你的形態錯誤 你的結果也會是錯誤的喔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管是Excel或者是Python都一樣 形態不能錯啦 OK 所以形態很重要 那有這個欄之後的話 你再利用插入什麼 插入數字分析表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把年拖拉到列標籤 再把年拖拉到值 然後呢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 項目個數 count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你再來的話就是按照什麼 按照那個 排序一下 不過103年有點怪 103年才一個 他可能顯見他 提供的資料裡面103年 那你可以看到歷年來的 有沒有 看起來104是600多件 110年是100多件 不過最好是什麼樣 最好是畫個圖啦 所以 這邊的話其實可以用樞紐分析圖吧 然後畫個什麼 畫個折線圖應該是比較恰當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 把這個圖給匯製出來了 有沒有 馬上就看出來 104年到110年 逐年降低 顯現 柯P什麼時候上任 103 104年 OK 所以 所以人家說 柯P上任之後 但是你想說 這個是假的啦 對不對 可是說真的 這個要能夠做假 也是 現在以前可能比較容易做假 但這年代 要做假的機率 可能比較低吧 OK 所以當然也是值得參考的一個資料 OK 那至於說除了住宅之外 像他還提供了 台北市啦 其實還提供了像 汽車、自行車、機車 甚至還有什麼 搶奪 比如說你走在路上被搶 最有可能在哪裡 在哪一條路上 對你也可以查 這邊都有 真的 後來發現跟我想的一樣 因為我曾經感覺我走在路上 很容易 就有 被搶奪那種 感覺的地方 不知道你們 好像走在那個 龍山寺那種 附近好像感覺 附近好像就是會比較有那種 感覺啦 不知道 後來他一查 果真 那一區的 就被搶奪的 切到 竟然是最高的 所以有的時候是你想的跟你最後得到的答案 一不一樣 OK 是不是你是誤解 你是不是說 你對於那一區的人 都會很強烈的誤解 有沒有 之前不是有發生過那個什麼什麼阿公 電 什麼的 OK 然後大家就 把它貼標籤 有沒有 一直醜化他 但是 實質上 是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有時候可能還是要從很多面向去觀察 OK 請問第一個 這個我只是一個例子 所以你其實 在Excel裡面的好處是你可以用滑鼠鍵盤 就可以把 一個 分析結果給做出來 但是如果你將來要用 Python做的話 那你就要用 套件 就我剛剛跟各位講那個Pandas 跟 Mate PyLab 這個都 會用上 只是說 就不是用滑鼠鍵盤做 就是用程式寫 難度 相對啦 結果是一樣的 但難度應該是差很多 你說老師我學這個就好啦 有問題如果你將來的資料量非常龐大的時候 你每天都要做很多幾百幾千幾萬個報表出來的時候 那你應該就不會想要再用Excel 因為每天都要做 你就變成 可能Python可以跑個回圈 一下完成 但是你只能慢慢 重複做 OK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先 試著完成一下 然後我剛剛用的是住宅切到這個點位 那範例程式在哪裡呢 就是在 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將來請各位慢慢熟悉雲端白板 0601 應該要找到吧 0601裡面 裡面的第幾頁呢 第2頁的地方 這邊有四行程式 那請各位呢 把這個四行程式當成範本 第一階段完成 第二階段呢 我們就是要把資料塞到資料庫 OK 那可是 不過我覺得塞資料庫 相對複雜 也許不然的話就是 先把它存檔好了 存檔比較簡單 就是說下載完之後存一個CSV檔 應該比較簡單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OK 下載完之後先存檔 然後再來就是再把它放到資料庫裡面 因為你如果要放資料庫裡面 你才可以做後續的動作 不然的話你沒有放資料庫 你怎麼做 這個就比較困難 一般的話呢 我們很常用的大部分就是 會結合資料 爬蟲 一定會背後會結合資料庫 所以如果你對資料庫不熟悉的話 可能要複習一下 那一般用最多的 Python最多還是用SQLite 資料庫 那如果你假設對 但不是說只能用SQLite 如果你要用什麼 MySQL也可以 你用Oracle也可以 只是說一般 免費的資料庫 這個會是最簡便的 想說老師那可不可以用SS 也是可以啦 可是問題SS要錢 對不對 而且一般自由軟體會配自由軟體 然後付費軟體會配付費軟體 不太可能會這樣跨來跨去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